政府沒有義氣 政府沒有義氣 做死前線那些 你們後面那些就正式說 波士華義氣 波士華義氣 現在香港政府沒有錢嗎? 為何會這樣? 挨意氣論 聽到都想說粗效 你不能長期發生的事情 長期都不能去解決 其實就是管理不善 代博員工 剝削員工 作詞文化 我是劉凱文 我是急症室的註冊護士 基本上每年都會出現的 就是流感高峰期 既然每年都出現 為何醫管局的高層 應變能力和準備功夫 是這麼差勁的呢? 最忙的是那六至八個星期 我兩天忙到水 就沒空喝 累得整個人都很差勁 其實下班已經餓得不想吃 他拖著這麼疲倦的身體 去照顧病人 醫療風險就高了 對 因為入院的需求非常大 很多人需要轉 可能不斷在這裡攝床 兩排床中間 可能會攝兩三張床 電視機底也攝床 然後走廊 旁邊全部都攝床 總之凡是有地方的位置 都盡量可以放床 都放了 床與床之間 我們說其實有個感染控制 要求就是要有三冊的防止交叉感染 基本上在現實上的病房 大部分都做不到的 坦白說 床 加床是從來沒有說會加人給你的 你放過病房應該是四十張床 但如果你加到五十多 六十張床 人沒有加過的話 你的工作量其實是倍增 就是一個病房最過頭的病人 他要跟床下去照X光 乾坤大落移 床不知道怎樣移 才移到他出來 然後還要把床放進去 這些絕對是非常浪費時間 浪費別人物理的工序 但沒有辦法 病房就快這麼擠迫 最為人救病的 例如我們看那些比較大的龍頭醫院 他們的消防通道 其實全部都放在臨時床或雜物 那些消防指引都違反了 但當有消防署或勞工處 來查消防通道 他們就好像走鬼一樣 要洗大地 推回床 叫醫生快點 快點叫病人出院 病人還沒給他醫治 就要他出院 或者調他們去病房 這個局都完全沒有 關顧病人的感受 亦都不是打算治好他 但其實食衛局都沒有代薄他們 因為食衛局其實每一年 批給醫管局的撥款 其實是有增無減的 除了有一年 也扣過五億 他就不是說不請人的 拿到那些錢 不過他全部請的人 全部拿來請 醫管局總部的行政人員 不是普通 很中層那些 他是請高級的行政人員 他是請總監 高級經理 senior manager director 員工數字的膨脹 是接近80%的 新增聘的行政人員 如果我們放回前線的話 其實呢 舒緩了很多 前線壓力 所以你說是不是很荒謬 我們看回醫管局的報告 那個財務報告 他在2017年的4月 至2018年的3月 其實都用了一定數目的錢 大概7200多萬 去請agency nurse 即是中介護士 既然醫管局可以 扔7000多萬 去給這些機構 去請人 那為什麼他不拿這7000多萬 來直接自己請人呢 有沒有需要給人 賺這些錢 還有那些儀器 又可能很不夠 或者是 很殘舊 或者那些床單被鋪也很不夠 錢又給了 但原來病人沒有辦法受惠 那些錢去哪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覺得食衛國一定要做好 他那個把關 監察那個角色 還有你不要道德勒索 這班醫護人員 是道德勒索 你知道什麼叫道德勒索嗎 你知道什麼叫道德勒索嗎 道德勒索已經是一個很禮貌的描述 簡直是剝削員工 我們其實用了很多很正常的渠道 和途徑和他們溝通 反應訴求 我們很卑微的 我們現在不是說 我們多做多少個病人 我們就要收多少倍的人工 我們就是要求 最基本的 就是一個人手比例 其實在香港這麼久以來 你有沒有見過醫護人員罷工 那個工業行動 我都相信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 都有想過的 第一 我們 是真的不可以不理病人的 但是說 我們不是做餐死 最後不是自己顏色 那就是沒有人幫到我們 罷工不是不行的 但是罷工之前 是要和公眾有多溝通 要給公眾一個訊息 就是說 我們真的受不了了 人手非常短缺 而管理層 也都漠視我們的訴求 所以我們真的逼不得已 要走這一步 醫療人手規劃 其實醫管國 都負了一個很大的責任 是否這樣才是